好 先發票中獎的小確幸 接下來就要來提醒您 怎麼樣的情況可能中的獎金會飛了 還有買東西發票上的明細也要來看仔細 先來看像最近有人到知名的滷肉飯消費 明明他說每一次消費都只有買便當而已 不過仔細看這個發票明細 真的五花八門完全不一樣 買便當不過這邊寫是 鴨蛋一顆損失一份 這個是他的明細 看起來就已經覺得蠻奇怪 沒有想到接連買了四天竟然都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還有說這個肉乾禮盒 以及說他買了這一些其他的東西 讓他覺得怎麼會跟他買的便當品相是天差地月 懷疑說店家難道是在逃漏稅 對此這一家知名的滷肉飯總公司則回應 會到店家實際了解 如果門市真的有動手腳的話會進行懲罰 那如果發票真的很幸運中獎的話 當然很開心 小心把這個發票分享po上網分享喜悅 還竟然獎金被人盜領走竟然獎金飛了 有民眾就發生這樣的例子 自己中了兩百塊把發票po上網 沒有想到他po上網之後再到店家要刷條碼 刷這個掃碼來領獎金的時候 店員跟他說這句話說這個已經在APP被別人給盜領走 等於說獎金早就沒了 原因就是在他po上網的電子發票有關 我們來看這一張是他po的中獎發票 可以看到他上面的QR code也po出來了 等於說QR code曝光就可以被盜領走 讓當事人覺得非常的後悔 不過到底被盜領走的獎金可以追的回來嗎 繼續來看追蹤報導 好